画面中可以看到 白色衣服的男子 一看到远景就火气很大 破口大骂 当场被远景压制上号逮捕 他的另一名友人 同样也闯大祸 在旁边大街被远景压制上号 原来他们刚刚才在酒吧 与人发生冲突 还拿西瓜刀做事攻击 吓得目击民众赶快报警 但你来看现场画面 干什么 干什么 我在过来很久我不能回家 你叫我干嘛 你叫什么 两名友人酒后发生口角 继而在店外发生纠纷 经警方到场后 将张南依恐吓罪嫌逮捕 过程中另一男子因酒后失控 一遭警方强势控制管束 三杯黄汤下渡酒后闹事 还嚣张呛警 离谱行径就发生在花莲市 国联五路一间酒吧 9号凌晨张姓嫌犯 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动手攻击 店员急忙上前劝架 没想到嫌犯火气却更大 跑回车上拿出水果刀冲回现场 幸好一旁的友人及时制止 他才甘愿把西瓜刀放回车上 远警也立刻赶到将人压制逮捕 依涉嫌恐吓罪移送侦办 向你镜刀立刻刀illed取证